这是什么道理 不哭就不给吃饭 孩子们为了填饱肚子只能使出吃奶的力气哭 可显然他们的老大对孩子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这是一所名叫小野鸭之家的儿童福利院 刚刚演技一流收放自如的女孩叫做游香 是小野鸭之家儿童的领袖 而命令他们哭的男人是这所福利院的院长 因为表情凶狠孩子们都叫他魔王 这里的孩子就像橱窗里的猫狗一样 魔王要求他们随时能够展示出他们乖巧可怜的一面 这样才能让大人心生怜悯而收养他们 这是珍惜来小野鸭之家的第一晚 显然游香并不喜欢新来的珍惜 珍惜也很好奇怎么还有人的名字叫游香 原来在小野鸭之家每个人都以外号相称 戴眼镜的孩子叫做贫乏 她是因为原来的家庭太穷了而被抛弃 年龄稍大的孩子叫做刚美 因为她钢琴弹得好 而游香这个名字 是因为她被父母抛弃在了游香里 珍惜顿时觉得游香太可怜了 游香觉得叫珍惜的名字太麻烦了 于是游香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做炖气 因为她的妈妈用炖气伤人而被捕入狱 可珍惜怎么可能接受这个名字 她坚信只要妈妈出狱就会来接她回家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敲门声响起 女孩们立马警觉起来 珍惜以为是魔王来了 可来的人却是一个三岁小孩 她叫弹珠是福利院最小的孩子 原来她是拉了裤子 女孩们全都哄笑不止 只有游香大声克制了他们 游香作为小野鸭之家孩子们的领袖 她一直把这里的孩子都当做亲人一般 尤其是对弹珠 游香总是会像一个老母亲一样去照顾她 游香带着弹珠去换裤子 领了了还不忘记提醒珍惜早点睡 第二天魔王拿来的几份收养人信息 让孩子们自己挑选 福利院的孩子都希望 自己能够被条件好的家庭收养 可珍惜对此毫无兴趣 因为她坚信自己的妈妈会来接她 游香却给珍惜浇了一盆冷水 说她的妈妈不会来的 珍惜此时也来了脾气 名前がポストだもんね 妈妈を知らなくて当然だよね 親の顔も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しょ だからそんなこと言えるんだよ 这一句话彻底把游香惹怒了 游香和珍惜打了起来 周围的孩子们都在起荷 好在魔王及时感到制止了他们 魔王质问是谁先动的手 游香主动举手承担了全部责任 魔王告诉这里所有的人 你们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注定了所有人都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们 他们也许会同情你们 但那也只是一时的同情 一旦问他们谁愿意收养你们 他们肯定就会立马翻脸 所以你们才会一直没人要 这样一来你们的人生就全完了 游香也因此受到了魔王的惩罚 可就在这时孩子们告诉游香大福回来了 而大福才刚刚被领养不久 他的养父母开了一家面馆 平时大福都会主动给他们帮忙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福竟然偷着跑了回来 魔王让他赶紧滚回去 这里只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 就在这时大福的养父母也来了 大福赶紧躲到了魔王的身后 养母一见到大福就关切地问他有没有受伤 原来大福不小心把养父母家的盘子打破了 大福的养父母虽然没什么钱 可对大福却非常好 看到养母如此关心自己 大福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中文字幕戲 中文字幕电影 中文字幕听到不作用 中文字幕联系 大夫最终解开了心理的芥蒂 开始从心底接受了养父母 孩子们这才知道原来没有钱的家庭也可以很幸福 第二天一早油箱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原来今天是油箱的试养日 所谓试养就是到养父母的家里和他们共同生活几天 最后由养父母决定是否要领养这个孩子 中间一旦养父母对孩子有虐待或者其他不友好行为 养父母就会被福利院拉入黑名单 永远不可以再领养孩子 女生翻脸速度能有多快 前一秒还在笑呵呵地和养父母告别 下一秒就卸下了伪装 她叫油箱 是这所儿童福利院孩子的领袖 福利院里别的孩子都希望尽快被人领养走 而她却只想待在福利院 因为在这里有她想要保护的人 对油箱来说小弹珠就是自己的亲人 在小弹珠犯错误的时候 她会像一个老母亲一样叫倒小弹珠 幼儿园里女同学想要吃掉在地上的食物 小弹珠赶紧阻止女同学的行为 两个孩子争执之下 女同学由于惯性自己跌倒了 一旁的大妈们看到立刻过来指责小弹珠 在他们看来小弹珠就是没人教养的野孩子 不仅想要抢他们孩子的食物 而且还想伤害他们的孩子 小弹珠只有三岁 尽管一肚子委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一幕正巧被油箱和刚美看见了 听着大妈们一口一个野孩子的叫着 油箱怒了她绝不允许有人欺负小弹珠 刚美在身后给油箱加油打气 可油箱并没有失去理智 因为油箱知道一旦惹恼了他们 小弹珠以后在幼儿园的日子就难过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也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只见油箱狡黠的一笑 是的这才是油箱报复的方式 回去的路上孩子们欢快地跑着 和有父母照顾的其他孩子不同 福利院的孩子必须要抱团取暖才能生存下去 就像魔王所说的 最先死去的流浪狗一定是落单的那一只 油箱总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福利院的孩子们 这天油箱的养父母又来接她回家了 同伴们都很羡慕油箱 因为这个家庭非常有钱 养父母又特别温柔 而这一次油箱却意外发现了养父母的秘密 这间屋里摆满了诡异的娃娃 而且身上都穿着和自己相似的公主服 这时养母也走了进来 原来油箱的养父喜欢收集精致的娃娃 而她的老公一眼就喜欢上了油箱陶瓷般的娃娃脸 养母知道她的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为了让老公早点回家 她才决定收养油箱 还特地把油箱打扮成了公主 说着养母的表情逐渐变得真明 她一把拿起剪刀就要剪短油箱的头发 因为她觉得短发更适合公主服 油箱逃进了卫生间 这时养母的老公也回来了 养母立马又变得非常温柔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养父的秘密被发现 她也只能将油箱送了回来 魔王在门口接油箱回家 而养父却装作一副证人君子的样子 希望油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因为她不想被福利院拉入黑名单 油箱可咽不下这口气 另一边珍稀躺在床上 看着妈妈的香水正在思念着妈妈 这时候珍稀突然听见妈妈的呼喊声 珍稀兴奋极了她赶紧去窗口看看 原来是她的妈妈出狱来接她了 珍稀和妈妈说她要赶紧去收拾行李 她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可妈妈却阻止了珍稀 原来妈妈来这里不是为了接她回家 这个妈妈为了和男友结婚 竟然把亲生女儿送到了孤儿院 任凭女儿如何恳求妈妈都无动于衷 还冠冕堂皇地对女儿说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因为电视上经常有报道 继父打女儿的新闻 妈妈不想男友变成那样的人 珍稀不敢相信妈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可她还是诚恳地和妈妈说自己会乖乖的 会和内的男人好好相处的 只要能和妈妈在一起她怎样都可以 可妈妈态度依旧非常坚决 然后妈妈又说了一对安慰珍稀的话 可珍稀已经听不清妈妈在说什么了 珍稀想起了之前孤儿院领袖邮箱对自己说的话 她说自己的妈妈不会来接自己 当时的珍稀怎么也不肯相信 为此珍稀还和邮箱打了一架 之后邮箱不仅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还被魔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可之后珍稀再次见到邮箱 她对邮箱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她还主动要帮邮箱洗衣服 刚美告诉邮箱 以后珍稀要一直住这里了 表现得满不在意 可邮箱明白这只不过是珍稀的伪装吧 马上都要吃饭了珍稀还在擦桌子 邮箱再也看不下去了 她要把珍稀从黑暗中拉出来 邮箱告诉珍稀 你再怎么办乖你的妈妈都不会回来了 今天是妈妈抛弃你的日子 也可以是你抛弃妈妈的日子 邮箱带着珍稀离开了 楼上的储物柜一脸慈爱地看着他们 尽管储物柜只是一个护工而且不会说话 可她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孩子们 邮箱和珍稀来到了她的家 听着家里传来妈妈和男友的欢声笑语 珍稀最后一丝幻想也被彻底击碎了 珍稀拿出妈妈的香水深深地闻了最后一次 仿佛要把妈妈的味道永远记在心里 她们欢快地笑着跑 她们欢快地笑着跑 她终于忍不住还是哭了出来 毕竟她还只是个孩子 刚美和贫乏此时也赶了过来 看着珍稀伤心的样子 刚美忍不住大声质问邮箱 我一直都说 我们都是幸福的 他人家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父亲 我们都能选择自己的父亲 所以我们都能选择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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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希也终于彻底放下了 她接受了邮箱给自己起的外号炖气 以后她就会用炖气这个名字生活 夕阳西下孩子们一起回家 等回到孤儿怨天却已经黑了 而魔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显然责罚是逃不了了 带来逃避免忘了 也认为 也认为 这些人都没有购乱 也认为 这些人都没有 这些人都没有 也认为 都带来跟着我 顿气今天又是被妈妈抛弃又是受罚 可顿气此时却笑了出来 因为他虽然失去妈妈可却得到了朋友 尽管孤儿院里的孩子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可他们更像是家人一样互相照顾互相温暖着彼此 这天魔王又拿来新的收养人信息 并且指名道姓的要小弹珠去饰养 这样一直把小弹珠当作儿子一般照顾的邮箱很不开心 他对着魔王怒目而视 可是如果小弹珠能够过得幸福 那邮箱也是愿意接受的 可邮箱没想到他差点永远地失去了小弹珠 男孩整天抱着一个空的洗发水瓶子 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并且谁也不让碰 因为这里面有妈妈的味道 男孩叫小弹珠从小父母离异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可是他的妈妈十分好赌经常把小弹珠独自丢在家中 这一次小弹珠差点在家中中暑而亡 幸好儿童福利机构的人就下了小弹珠 也因此小弹珠被妈妈送到了孤儿院 可是在这里小弹珠却感受到了母爱 他叫邮箱是这所孤儿院孩子们的领袖 邮箱一直以来都像一个老母亲一般照顾小弹珠 对邮箱来说小弹珠就是自己的亲人 可是今天小弹珠被人领养走了 邮箱趴在窗户看着小弹珠逐渐远去 心中纵有万般的不舍 可是为了小弹珠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也只能默默接受 可是思来想去邮箱还是不放心小弹珠 于是邮箱偷偷来到了小弹珠的养父母家 看着小弹珠开心地和养父母玩呢 邮箱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夕阳西下邮箱独自在桥上看着晚霞 这是一直喜欢邮箱的阿连路过 看着小弹珠的心 看着小弹珠再衣心 心情 这个 Morgan靠 是啊 没有 抹茶 有 第二天油箱带着刚美和贫乏去参加阿莲的生日夜 刚美一直喜欢阿莲 她为阿莲亲手织了一条围巾 可是却遭到了宴会上附加千金的嘲讽 他们不但抢了刚美的围巾还把她给扯坏了 甚至还对刚美说质量这么差一看就是便宜活 油箱作为小野鸭之家的领袖 自然不会容忍有人欺负孤儿园的孩子 他们立刻打坐了一团 尽管油箱他们仍少利威 可依旧没有吃太大的亏 只不过把阿莲的生日宴搅黄了 这时阿莲也追了过来 而另一边小弹珠的杨母看到她整日抱着洗发水瓶 杨母说是要帮助小弹珠忘记过去 于是她丝毫不顾及小弹珠的感受 狠心地把她的洗发水瓶丢掉了 并且还强制性地让小弹珠去洗澡 闷热的环境加上小弹珠的紧张 让她回想起了那天被困在家中中暑的感觉 小弹珠终于支撑不住昏倒了 养父想要给孤儿院打电话 可是养母却阻止了养父 因为这样一来肯定就会失去小弹珠的领养资格 油箱故步的天黑赶紧来到了小弹珠的养父母家 这时他们发现小弹珠的养父出来丢垃圾 天这么晚出来丢垃圾肯定不正常 油箱翻找着垃圾桶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小弹珠的洗发水瓶 油箱终于确认了小弹珠一定是出事了 就在油箱准备硬闯小弹珠养父母家的时候 魔王开车赶到了这里 魔王和油箱说他刚才已经和小弹珠的养父母打电话确认过了 小弹珠好好的没什么事 你们不可以随意乱闯别人家 没办法魔王只能再次打电话确认 油箱却从电话里听见了小弹珠微弱的声音 他在喊着妈妈 女孩爬上了三楼的阳台 他要顺着阳台爬到隔壁邻居家 可是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油箱成功到达了对面阳台 油箱看到小弹珠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油箱捡起了地上的砖头 尽管油箱手上已满是鲜血 可是他丝毫没有在意 油箱推开门冲了进去 然后一把推开了小弹珠的养母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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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魔王也冲了进来 油箱顿时对着魔王怒目而视 魔王也自知是自己的失职害了小弹珠 心里也是满满的愧疚感 而小弹珠的养父母也会被福利院拉入黑名单 以后再也没有资格领养孩子 幸运的是小弹珠抢救及时 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 油箱在病床前默默地守护着小弹珠 直到看见小弹珠醒来 油箱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能放下了 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正在憧憬着各自的未来 这时魔王一把推开门走了进来 魔王扔给了油箱一个袋子 里面是小弹珠一直抱着的同款洗发水 是的有些人尽管嘴上在怎么严厉 可他们还是会用行动去治愈受伤的心灵 对孤儿院的孩子们来说 魔王就像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他给孩子们的爱永远都是那么深沉而又温暖 痊愈的小弹珠被冰娃娃接了回来 小弹珠一进屋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女孩们的头发全部都湿漉漉的 妈妈哪里呀 这个孤儿院里出来的孩子 此刻正推着一个双腿残疾的富家小姐走在马路上 可下一秒却直接松开了手 看着重重摔倒的富家小姐 油箱愣住了 看来这次的收养计划又要泡汤了 原来就在昨天孤儿院的魔王又拿来了一份收养人信息 这次的领养家庭非常有钱 而且不限制孩子的年龄和性别 唯一的要求就是被领养的孩子必须是射手座 而在小野鸭之家 符合条件的只有油箱和老姑婆 老姑婆显得非常激动 因为她已经17岁了 如果18岁之前没有被领养走 她就会被赶出孤儿院 而她因为自身的缺陷迟迟迟没有家庭愿意领养她 所以这一次的机会老姑婆必须把握住 善良的油箱也知道老姑婆不容易 于是她决定帮老姑婆一把 冰娃娃带着两人来到了领养家庭 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个管家 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富家小姐 却完全不见养父母的身影 原来这次的养父母工作都很忙 他们常年在外经常不回家 领养孩子也只是想给女儿小子找个陪聊 可小子却对此毫不领情 她告诉油箱和老姑婆 自己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妹 管家也再次补充道 就算确定了领养关系 我们也只会给你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证 不会有其他任何方面的援助 既成家业那就更不用想了 两人就这样被赶了回来 第二天油箱想要带着老姑婆再去试一试 可老姑婆却觉得那个富家小姐太过苛刻 她不想再去了 油箱好心地劝说着老姑婆 现在对年龄没有要求的家庭已经非常难得了 如果对其他方面再有所要求 就很难找到领养家庭了 老姑婆听完沉默了 终于她向大家坦白了真正的原因 原来她是因为钱的原因才不愿意去的 因为她现在需要钱为自己做手术 这是老姑婆第一次向大家展示自己自卑的一面 油箱不再劝说老姑婆 她独自一人穿好鞋准备再去会会这个富家小姐 小子看到油箱再次到访 显然感到相当的意外 油箱推着小子出门散心 小子询问油箱为什么这次只有她一个人来 看来被她说中的老姑婆就是为了他们家的钱 所以她才没脸继续来了 作为小野鸭之家孩子的领袖 油箱绝不允许有人诋毁孤儿院的孩子 她立刻就给了小子一个教训 尽管这样两人的关系 却越发熟弱 小子也向油箱敞开心扉 她说自己的腿是两年前摔上的 自己迫切的希望能尽快养好 因为她不想让父母担心自己 而擅长人心的油箱却看透了一切 她说小子是故意装残疾 以此来博取父母的关心 油箱本以为这次的收养肯定要黄了 管家也表示要终止油箱的领养计划 可没想到小子反而对油箱的态度大为改观 而事实也正如油箱所说 小子的双腿早就在半年前就可以痊愈了 只不过她想让父母对自己多点关心 才继续装作瘫痪 所以她停止了康复训练 再加上强烈的心理暗示小子真的就瘫痪了 而她的父母却依然远在国外忙着各自的生意 不过这在油箱看来似乎觉得有点太过可笑 油箱始终认为无论因为何种原因 都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理由 越是没人爱越是应该爱自己 油箱鼓励小子一定可以重新站立的 在油箱的鼓舞下 小子反复地练习可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这天他们正在公园练习时 孤儿院的孩子们前来探望油箱 正当油箱和孩子们叙旧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阵惨叫 小子竟然被小弹珠手里的青蛙吓得站了起来 重新站立起来的小子开心极了 他第一时间就想要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国外的父母 可父母却给小子带来了一个噩耗 第二天魔王带着油箱来到小子家 准备继续饰饮 却发现小子家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 油箱跑过去一看 小子的膝盖被白布包裹而且正冒着起来 什么 花瓶 谁会见到我 他告诉油箱爸爸妈妈即将离婚 就算能够重新站立又有什么意义呢 油箱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有亲生父母 也有人会过得不幸福呢 尽管父母健在却活得像个孤儿 而现实当中类似小子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 父母常年在外忙于自己的事业 从而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陪伴 可是换一种角度来说 如果可以衣食无忧 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每个人都希望有人关心有人爱 可被爱的前提一定是要先爱自己 不要让父母担心 不要让子女失望 这个养父给女孩盛了一碗饭 随后女孩就倒地不起 她叫贫乏是一名孤儿 这是她来小野鸭之家第一次来领养家庭释养 没想到就出了意外 贫乏被送回了小野鸭之家 大家都非常担心还在昏睡当中的贫乏 可油箱却接了一杯水 随后直接倒在了贫乏的脸上 原来油箱已经看出了贫乏是装的 可贫乏却有自己的理由 她觉得去领养家庭释养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她坚信父母赚到钱就一定会来接她回家 油箱当然明白这只不过是贫乏的一厢情愿 贫乏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她 于是她把自己独自关了起来 可是没过多久贫乏就自己打开了门 原来是闻到了饭香 此时蹲坐一旁的储物柜正一脸慈爱地看着她 她不善言辞 却总能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小野鸭之家的每一个孩子 顿气担心贫乏会出什么问题 于是请求魔王能够和贫乏的父母取得联系 毕竟解铃还须记铃人 可冰娃娃却说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她的父母已经死于一场灾难之中 而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油箱其实早就知道 贫乏现在是得了严重的妄想症 因为在贫乏刚来到小野鸭之家的时候 她甚至连一句话都不会说 整天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魔王找过很多心理医生来看过 可是都没有任何效果 油箱一度认为贫乏活不了多久了 直到有一天贫乏开口说话了 她说自己家里很穷父母养不起她 所以才会把她寄养在这里 等父母赚到钱就会来接她回家 那也是贫乏来到小野鸭之家第一次小 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贫乏的妄想罢了 可是大家都不忍心拆穿她 因为也只有这样贫乏才能活下去 油箱本以为只要贫乏能够去领养家庭参加饰养 就能从幻想中走出来正是现实 可显然油箱失策了 为了能够帮助贫乏走出幻想 油箱请求了冰娃娃的帮忙 可是想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根源出发 他们决定一起前往贫乏的老家 去见一见贫乏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她的姨妈 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储物柜和小弹柱 有了储物柜这个厨师家保镖 油箱他们是没有顾虑了 可小野鸭之家的其他孩子就惨了 因为大魔王做的饭绝对称得上是黑暗料理 孩子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另一边油箱他们终于见到了贫乏的姨妈 姨妈告诉他们 当年贫乏的父母在暴风雨中遇难 贫乏甚至连父母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所以在他心里始终认为父母还活着 这也就是贫乏患上妄想症的原因 油箱指责姨妈作为贫乏唯一的亲人 为什么不愿意收养贫乏 姨妈想要解释却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油箱等人也再次回到了小野鸭之家 孩子们也终于能吃上储物柜做的美味了 可就在这时灯光熄灭 一道人引出现在了餐厅 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而逃 可贫乏却朝着人影慢慢走了过去 孤儿院的女孩坚信父母会来接自己 结果等来的却是母亲的亡魂 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而逃 只有贫乏静止朝着人影走去 妈妈 妈妈 大きくなったわね だって なかなか迎えに来てくれないから ねえ 兄弟 孩子们都被吓得大虎 是待在一生地任在哪里 孩子们都被吓得很惨 学会想要尽力说不定 孩子们都被吓得很惨 孩子们都被吓得很可爱 孩子们都被吓得很惨 他们都被吓得很指摄 最近我不是不安的 神様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 媽媽 在天国 幸福 爸爸 也 幸福 我能夠 我一杯一杯 食べてる 饭をもり 食べてる 心配しなくても大丈夫 香りを 一杯してるわ よかった 可是油箱却发现了不对劲 这不正是贫乏的姨妈吗 原来贫乏的母亲和姨妈是双胞胎 因为相貌相同一定会让贫乏妄想症更加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姨妈不能收养贫乏的原因 而自从魔王知道了贫乏患上妄想症的原因 她就联系到了贫乏的姨妈 魔王想到利用投影仪来帮助贫乏治疗妄想症 这才有了这么一处 我等于是希望 父母和妈的幸福 我能让你生存在 你能够来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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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 你能够给你生存在 いつも笑顔を忘れないでね ママ パパも大好きだった あなたの笑顔 2日 孩子们一起來目的祭拜貧乏的父母 貧乏告诉大家 自己从今以后一定会好好生活 努力微笑 决不辜负以后的每一天 另一边小弹珠又迎来了第二次的食养家庭 这是一对做唐人的夫妇 看得出来夫妇两人非常喜欢小弹珠 可也许是之前两次受伤的原因 小弹珠对这个新的养父母也感到非常害怕 但是当他进到屋里发现满屋的糖果时 小弹珠彻底放下了警惕 毕竟说到底他也只是个孩子 晚上小弹珠来找油箱搂着睡觉 结果油箱不在 只能炖气代替油箱哄着小弹珠进入梦乡 也就在这时炖气发现小弹珠 一直抱着的洗发水瓶不见了 然后只见小弹珠微笑着 从被子里拿出了一只糖果小鸟 这是他的养父母送的 小弹珠再也不需要洗发水瓶了 小弹珠也即将离开小野鸭之家 受过伤的孩子更怕受伤 这个男孩叫小弹珠 是小野鸭之家最小的孩子 却有着最惨痛的经历 亲生妈妈沉迷赌博 把他独自丢在家中 结果差点中暑而亡 被送到孤儿院 却还一直忘不了妈妈 于是他把全部思念 都寄托在妈妈的洗发水瓶上 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会抱着这个洗发水瓶 当他第一次被领养 又遇见一个变态养母 结果又差点失去了生命 两次受伤让小弹珠 非常抗拒新生家庭 只是这一次他是幸运的 新的养父母是一对做糖果的夫妇 他们对待小弹珠 总是非常的温柔 这天小弹珠照常去养父母家里 魔王惊奇地发现小弹珠 竟然没有带着洗发水瓶 魔王想要提醒小弹珠 炖气却说弹珠 好像不需要这个瓶子了 这意味着弹珠已经解开心结 他已经能够做到放下过去 开始接受新的幸福了 魔王在三叮嘱这件事 一定要对邮箱保密 来到养父的店里 小弹珠正在和养父一起制作糖人 小弹珠很认真 因为这是他准备在离开时 送给邮箱的礼物 你喜欢这个小弹珠吗 好 那么 晚上洗澡的时候 养母知道小弹珠没有带洗发水瓶 于是她特地为小弹珠 准备了同款的洗发水 无理你 本当のママを忘れなくていいのよ 私ができるだけあなたのママに 近づくから 可哀想 可哀想 始まりは偽物のママでも いつか私が 你本当のママになる 我愛そう 第二天小弹珠将亲手制作的唐人放到了油箱枕边 而此时正在吃饭的油箱也发现 今天竟然没有准备小弹珠的饭 魔王说以后都不需要准备他的了 油箱瞬间明白了 他立马跑到小弹珠的房间 小弹珠此时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 炖气过来告诉油箱 小弹珠今天就要离开小野鸭之家了 之所以对你隐瞒是怕你一时无法接受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弹珠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从小弹珠第一天来孤儿院 油箱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照顾他 在小弹珠被欺负的时候 也是油箱第一个为他出头 在小弹珠遇到危险的时候 更是油箱不顾一切地救下了小弹珠 如今小弹珠就要离开了 油箱当然有万般的不舍 可是只要小弹珠能够过得幸福 油箱就愿意放手 一…爸爸也能够 第一次都是爸爸 对爸爸也能够 但是爸爸也能够 爸爸哪能够 为什么 是男的臭居然不在 我就是女的 おめでとう パチ パチ まだのそこに いるわよ つかぬ間だったけど あなたの小さなまま マスター パ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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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何かよ パ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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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是顿气第一次去领养家庭试养 在这一天顿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养母会担心顿气冷为她搓手取暖 养父哪怕恐高也会陪着她一起坐过山车 这些都是顿气不曾感受过的来自家庭的温暖 临别之际养父还给顿气送了一只气球当作礼物 顿气看着玻璃上映射出一家三口的样子 这幅画面显得是那样的幸福 一个恍惚手中气球没有抓稳静直飞上了天空 顿气顿时哭了起来 不是因为刚拿到手就飞走的气球 而是因为害怕现在的幸福也会像气球一样稍纵即逝 或许是曾经被亲生妈妈抛弃过两次的原因 顿气害怕再次被抛弃 于是她拒绝了川岛夫妇的领养 回到小野鸭之家 孩子们都替顿气觉得惋惜 顿气自己也明白这次错过了就很难再得到幸福 尽管心里也很是后悔 可是偏偏嘴上还说着没事 自己也许就是不能拥有幸福的命 邮箱和储物柜却明白了顿气的心意 第二天魔王又拿出了一份收养人信息让顿气去饰养 而且收养人还是川岛夫妇 顿气开心极了 可他不知道这次饰养的机会是邮箱让给他的 邮箱还有自己的理由 他说自己不想要顿气挑剩下的 其实邮箱心里比谁都明白 顿气很喜欢这个家庭 上次只是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这次他相信顿气一定会选择留下的 来到川岛夫妇家 顿气为上次拒绝他们的行为向他们真诚的道歉 然后顿气和川岛夫妇说 自己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们而拒绝 而是因为你们对我太好了 让我感到太幸福反而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他恳请川岛夫妇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川岛夫妇本以为顿气是讨厌他们才拒绝的 现在看来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现在误会解开了大家都很高兴 顿气也向川岛夫妇提了一个不算要求的要求 顿气希望他们能像普通父母对待孩子一样 不要只想着怎么对自己好 因为他觉得家人之间不光只有好的一面 也会有很多让人烦恼的事情 顿气认为这些才是一个正常家庭该有的样子 而之后顿气和川岛夫妇的感情也越加深厚 可就在孩子们都认为顿气这次真的会幸福的时候 曾经两次抛弃顿气的亲生妈妈出现了 顿气的妈妈找到魔王 他要求能够把顿气领走 而这一次顿气又选择了原谅妈妈 他收拾完东西就准备和妈妈一起回家 邮箱知道顿气的选择并非是自己的本意 说到底他只是害怕再次被抛弃 被亲生妈妈抛弃他还能接受 可是如果被养父母再抛弃 顿气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为了阻止顿气和妈妈离开 邮箱只能去求助魔王 而就在顿气的妈妈准备带他离开小野鸭之家的时候 顿气的养父母也出现了 原来是储物柜通知了川岛夫妇 一边是为了一己私欲曾经两次抛弃自己的亲生妈妈 一边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却对自己疼爱有加的领养父母 如果是你又该如何选择 顿气选择了前者 妈妈还趁机嘲讽川岛夫妇 而川岛夫妇却什么也没说 养母只是紧紧地握住顿气的手 妈妈见此情况就准备强行拉着顿气离开 顿气吃痛喊了出来 可最先放手的却是养母 而妈妈对此却无动于衷 魔王此刻好像想明白了什么 终于邮箱再也看不下去 他鼓励顿气要遵从内心真实的选择 不要因为害怕被抛弃就放弃选择 你能接受被妈妈再次抛弃 那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个抓住幸福的机会呢 妈妈知道顿气已经开始动摇了 于是他准备先把顿气带走再说 就在这时魔王站了出来 魔王大声喊住了顿气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然后冰娃娃也跪了下来 之后是从不说话的储物柜 终于顿气下定决心 顿气跑向川岛夫妇 被养母一把抱在了怀里 顿气紧紧地抱住了养母迟迟不愿意松开手 因为这是她亲手抓住的幸福 而她的亲生妈妈却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她开始疯狂地辱骂顿气是个不懂孝顺的人 养父默默地捂住了顿气的耳朵 她不想让顿气哪怕再受到一点伤害 而顿气的亲生妈妈也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除了能力 衡心里kek 好 好 忘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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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好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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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愛你 薄片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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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男孩亲眼目睹爸爸殴打妈妈 为了保护妈妈 他勇敢地推开了爸爸 可没想到这一推 直接让爸爸撒手人寰 恐惧顿时如潮水一般袭来 男孩被吓得不知所措 妈妈极力安慰男孩 让他不要害怕 男孩把妈妈的话当作一种约定 从那以后男孩不再多说一句话 他叫储物贵 是这所孤儿院的护工 虽然储物贵从不说话 可他却一直用行动温暖着孤儿院的每一个孩子 他也总是默默地关心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在孩子们看来储物贵是那样的温柔 直到这天 储物贵看见了一个男人正在殴打怀孕的老婆 一向温柔的储物贵瞬间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把男人制服后 仍然一拳接一拳地打在男人的脸上 这一幕直接把一旁的顿气吓坏了 不出意外的储物贵被送到了警局 小野鸭之家的孩子们听说了储物贵打人的事情 他们都认为储物贵有暴力的倾向 只有温柔坚持认为储物贵这么做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 第二天魔王从警局接回了储物贵 魔王告诉大家不用担心 和对方商量以后应该是可以和解的 温柔知道大家现在都对储物贵有了偏见 于是他赶紧让储物贵去给孩子们做饭 温柔的本意是想让大家记起储物贵的好 可是孩子们却都对储物贵避而远之 温柔安慰储物贵 晚上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 给孩子们做上一顿美味佳肴 他们对你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 可是温柔不知道此时的小野鸭之家已经乱了套 孩子们偶然听见了魔王和冰娃娃的谈话 魔王告诉冰娃娃当年储物贵的妈妈曾经亲手杀害了他的爸爸 孩子们顿时觉得储物贵一定和他的妈妈一样是个暴力狂 所以尽管储物贵做了很多美食 孩子们依然不愿意买账 只有温柔表示他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吃掉 孩子们此时也意识到好像他们的行为有点太过分了 于是他们准备去给储物贵道歉 可是当他们出门的时候 却发现窗户上写下了爸爸是我杀的五个大字 这些字都是储物贵亲手写下的 可想而知他对当年妈妈替他扛下杀人的罪责是有多么后悔 又能想到他对孩子们有多么失望 而原本想要和储物贵道歉的孩子们也放弃了这个想法 孩子们对储物贵的误会越来越深 魔王告诉游香 当年储物贵的父亲是个十足的败类 他嫌弃储物贵太吵竟然就把他锁进了投币式的柜子 然后还常年酗酒经常殴打他们母子俩 母亲为了保护储物贵不受伤害 自己却被这个人渣狠狠地殴打 之后储物贵为了保护母亲就失手杀了他的父亲 而母亲则为了保护储物贵承担了全部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温柔的储物贵会使用暴力伤害那个人渣老公 因为他当时一定回想起了自己儿时的遭遇 而就在此时储物贵又接到了另一个噩号 监狱的母亲已经是癌症晚期时间不多了 母亲也在此时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储物贵的父亲当时只是晕了过去 他的父亲醒来后就一直说他要杀了储物贵 作为他的妻子母亲当然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所以为了保护储物贵 母亲从背后一刀解决了储物贵的父亲 母亲也决定要对储物贵隐瞒真相 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储物贵已经接受不了一丁点打击了 得知真相的储物贵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 邮箱在雨中找到了储物贵 邮箱告诉他你又误会母亲了 家伯母亲钳医生 女儿女儿几家 逻输了耶 你都要承误做了 妈妈我成为了有人贵 是 家伙自己是成功的 你就是成功的 冷静下来的储物贵再次来到母亲床前 可是此时她已经和母亲天人两隔了 储物贵忍了十年终于再次开口说话了 我抱歉 抱歉 回到小野鸭之家 孩子们却告诉魔王他们想要让储物贵搬出去 因为他们不想和一个暴力狂生活在一起 魔王大怒 他准备把真相告诉这里的孩子们 你们自己知道的那些是真的吗 是乱暴者 是酷的人物吗 是这样的 你们也有这样的行为和压力受到的吗 说着魔王拿出了储物贵的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关于小野鸭之家孩子们的事情 你们对什么过敏 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生日又是什么时候 以及都有着什么样的性格上面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人一人手里取得 それを見なさい それでもあいつを追い出したいと思うなら それで構わない 噓心的列板 encia野鸭之家 睡眠自家 这不常义的 那你 і尽我 你要 haben 我的空 我闷路 不会在一起 进 correlation 我知道 我们说 而另一边冰娃娃和油香 一起为储物柜的母亲料理了后事 之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小野鸭之家 迎接他们的是孩子们真诚的道歉 而储物柜对孩子们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平伐此刻的样子简直惊呆了魔王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平伐在公园遇见了一对外国夫妇 简直和自己的偶像朱丽皮夫妇一模一样 平伐觉得这就是自己梦想当中的养父母 这时一阵风将他的帽子吹到了男人脚下 男人捡起帽子将他还给了平伐 这一刻的平伐彻底沦陷了 他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成了对方的女儿 两人一同舞蹈一同欢笑 可是当他清醒过来时却发现对方早已离开 回去以后平伐还一直对朱丽皮夫妇念念不忘 这是平伐来小野鸭之家第一次有想要被收养的冲动 为了帮助平伐 孩子们打听到朱丽皮夫妇并没有孩子 只有一个侄女和他们一起生活 孩子们鼓励平伐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平伐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为了不让自己有所遗憾 他来到了朱丽皮夫妇的家 平伐鼓起勇气准备按响门铃 可就在这时皮特却开门快步离开了家 平伐急忙上前询问原因 这才得知朱丽留了一份离婚协议就离开了 这是平伐自己内定的养父母 他当然不能同意他们就这样离婚 皮特很快开车追上了朱丽 原来朱丽是因为无法生育觉得对不起皮特才想要离开她 但是皮特表示为了朱丽她愿意做一个丁克家庭 一直躲在树后的平伐听到了两人的全部对话 平伐终于下定决心向朱丽皮夫妇表达了心意 自分の子供じゃなきゃ駄目ですか え? あなたたちに子供ができないように 親ができない子もいっぱいいるんです 二人は世界の恵まれない子を上司にして幸せにしています 幸せない子なんて日本にだっていっぱいいるんです パパや あなたに あなたを持ってもらえない子を 知られた子だって あなたにも手を合わせになりたくて みんな みんな あなたたちの子も していてください 言ったら平伐禁止转身離開 不知为何这一刻的皮特 竟被这个小小的背影深深的触動 事後朱丽皮夫妇邀请平伐 去他们的家里做客 皮特很感激平伐当初点醒了自己 他告诉平伐自己打算到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 みやんちゃでも 無邪気で明るい子いるかなって聞いて いますいます 思いっきりいます そっか じゃあ僕の夢も叶うべ 息子と一緒にサッカーするって 息子 原来皮特虽然很喜欢女儿 但是他更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业 平伐瞬间心灰意冷 第二天朱丽皮夫妇就来到了小野鸭之家 孩子们都跃跃欲试想要被朱丽皮夫妇收养 可是平伐却根本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知道朱丽皮夫妇想要的是儿子 不明真相的邮箱还在一旁鼓励着平伐 行こ 引き立て役になってやるよ こんな顔でもすればいいか 平伐拿起剪刀准备剪下自己的长发 尽管邮箱极力阻止 可最终还是同意了平伐的想法 もっと かみおんもにもっと 而另一边朱丽皮夫妇并没有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孩子 但是他们也表示会捐款给小野鸭之家 随后朱丽皮夫妇就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一颗足球滚到了皮特脚下 女孩剪下长发想要成为别人的儿子 皮特一眼就爱上了平伐男孩的样子 这不正是他们心中儿子的模样吗 之后平伐陪着朱丽在球场一起给皮特加油 偶尔也会尝试踢着小女生并不熟悉的足球 当进球以后平伐也会开心地和皮特炫耀 在即将分别之际 朱丽皮夫妇给平伐送了一份礼物 他们表示今天和平伐一起过得非常开心 皮特说能遇见你多亏了这里的一个女生 皮特非常想要当面感谢他 平伐当然知道皮特说的就是自己 不过那是女生版本的平伐 平伐回去以后赶紧开始换上女生装扮 有香和高梅也立马心领神会 他们开始手忙脚乱地给平伐换装 不过好在成功蒙混过关 但是皮特却说他还有话 想要和男生版本的平伐说 诶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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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脚焦了 嘛 我以后赶紧了 这种事 后来悲惨 我才知道你不在乱是不在乱 我以后都在乱 我只知道我 不在乱是不在乱 我以后就在乱 我以后会在乱 只要在乱 不许多时间 那种事 不 我以后 就知道我 他开始为贫乏担忧起来 而事实证明魔王的担忧是对的 这天孤儿院的双胞胎兄弟来球场找贫乏一起踢球 踢完球后皮特让孩子们先去洗个澡 双胞胎兄弟当场就要脱下衣服 他们还嘲讽贫乏不敢脱 贫乏不知道该怎么向贫乏解释 只是嘴上一直说着对不起 贫乏知道这对双胞胎是在故意欺负贫乏 于是警告他们再这样就会请他们离开 尽管有贫乏大力维护着贫乏 可越是这样贫乏就越觉得无法面对皮特 皮特此事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而贫乏还在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尤箱发现贫乏没有出现 而那对双胞胎还在炫耀着他们拆穿了贫乏的谎言 尤箱拉起双胞胎就准备揍他们 作为小野鸭之家孩子们的领袖 尤箱不允许外人欺负这里的孩子 更不允许这里的孩子闹内讧 凭借对孩子们的了解尤箱轻易地找到了贫乏 尤箱将手中烤红薯分给了贫乏一半 贫乏再也忍受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哭完以后贫乏还想最后喊一遍那句口号 而他们不知道第二天皮特就来到了小野鸭之家 皮特质问魔王为什么要纵容孩子说谎 魔王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一旁的储物柜却说话了 魔王带着皮特来到了贫乏的房间 他们都看到了墙上的海报 魔王告诉皮特 贫乏一直都梦想着能够被朱利皮夫妇收养 为此贫乏拒绝了很多不错的家庭 而皮特也想起了贫乏对自己说过的话 然后更是无耻地模仿起了贫乏的样子 魔王顿时握紧了拐杖 不过考虑到对方要给孤儿院捐款 魔王忍了 不过最终皮特还是离开了 但是不可否认 贫乏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孤儿院的孩子受邀参加富二代同学的生日派对 派对上富家小姐弹奏了一曲美妙的钢琴曲 所有的孩子都被他的琴声所吸引 只有这两个来自小野鸭之家的孩子不为所动 富家小姐嘲讽他们孤儿院的孩子根本听不懂钢琴 这时邮箱看向了一旁的钢美 钢美静止来到了舞台中央 在触碰到琴剑的瞬间 钢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此时的她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自信与魅力 一首堪比天爱的琴音赢得了满堂喝彩 富家小姐这才知道她刚才的言语是有多么可笑 原来钢美曾经也是个千金小姐 她的钢琴天赋更是万中无一 原本她的人生会是无数人羡慕的样子 直到那天她的父亲公司破产背负了巨额外债 母亲也丢下了父女二人独自离开 父亲不忍心钢美跟着自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只能狠心地把她送到了孤儿院 钢美一夜之间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 不过是金字总会发光 钢美的天赋很快就被学校的音乐教授发现 教授邀请钢美参加日本最顶级的钢琴大赛 钢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为了在比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钢美总会在晚上偷偷溜进学校练习钢琴 作为姐妹邮箱承担起了旺风的责任 当被人发现的时候 邮箱也会负责吸引火力 终于到了比赛前夕 钢美拿出了一张爸爸的照片 他告诉邮箱参赛者的名字都会在官网上公示出来 到时候爸爸看到了说不定会来看他的比赛 到时候希望邮箱能够留住他 原来这才是钢美参加比赛的真正原因 邮箱答应了 比赛当天钢美对自己的实力有着充分的自信 轮到钢美上台表演 钢美环视四周可惜都没有看见爸爸的身影 随后钢美开始了演奏 好像这首曲子是他专门弹给爸爸听的 邮箱也在台下寻找着钢美父亲的身影 终于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邮箱认出的这就是钢美的父亲 于是他赶紧来到男人的面前 没想到男人看到邮箱就准备离开 邮箱追了出去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希望男人能够留下等钢美比赛结束见他一面 而男人却直接拒绝了 邮箱还想争取一下却给魔王打断了 魔王告诉邮箱 现在这个男人背负了巨额外债 只能窝居在食品里的小房间 养活自己都够呛更别说再养活一个女儿了 这样的生活或许子女可以不在意 但是当父母的却不能接受 从父母看起来 那些人有机会的才能 从小时就知道 那些人是 我最后的宝贝 原来刚美的父亲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女儿的阻碍 才甘愿就这么远远地看着就好 或许是知道比赛即将结束 男人转身离去身影渐行渐远毅然决然 刘湘也明白或许刚美留在小野鸭之家会更好 于是她对刚美隐瞒了她的父亲来过的事实 而不出意外的 刚美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成功进入了总决赛 并且这个成绩也是教授为了不让她骄傲故意打的低分 总决赛当天刚美再次拜托尤湘能够帮她留意她的父亲 尤湘此时终于决定把真相告诉刚美 alom飞机 我们明前的后期 真的有机会来得到 总比赛的父亲 真的吗 本人的父亲 他老父亲 老母是 我看今天就会来得到 为什么他快点 老母是今凶一下 你 gar不能快点 今目不 해야 目不 해야 说明 游香相信廷刚美的实力一定不会让她失望的 而刚美也确实在舞台上发挥得非常完美 她的指尖像精灵一样跃动在琴剑上 琴声更是优美扣人心扉 毫无疑问只要刚美谈完这一曲 冠军就是属于她的了 可刚美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了 她是一个来自孤儿院的钢琴天才 而她此时正在参加一场国际钢琴大赛 只要她顺利弹完这首曲子 冠军便毫无疑问是属于她的 而她也会从小野鸭变成白天鹅 但她却在最关键的时候选择了放弃 因为她的父亲公司破产背负了巨额外债 为了不拖累女儿的音乐梦想 父亲即将离开这座城市 而刚美就是要用行动证明 比起实现梦想她更想要待在父亲身边 所有人都被刚美的举动震惊了 而刚美缓缓地站了起来 然后她鼓足勇气 对着台下的父亲喊出了 压抑在心里多年的话 爸爸 爸爸你告诉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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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携布了吗 inhas 我也需要 tän 好 你 尽管父亲此时已经泪流满面 但是李芝告诉他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情绪缓和许久 他终于下定决心准备离开 却被魔王拦住去路 可愛可愛 不醬 好可愛 是 don't tell me that your love is gone but your love is gone 我愛你 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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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美 善美 爸爸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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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いよ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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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媽媽 不然 不然 我等你起來 這都一世了 這都一世了 我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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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箱看向了魔王 意思是剛美也要離開了嗎 回到小野鴨之家 油箱不免心裡有些失落 而失落卻又伴隨著驚喜 原來剛美是回來收拾東西的 然後剛美拿出了一大包零食 接下來就是屬於小女生之間離別前最後的徹夜狂歡 第二天剛美來到學校的音樂室 她要和這架承載了她全部夢想的鋼琴做最後的道別 因為她即將跟隨父親離開這所城市 就在這時教授走了進來 剛美本以為教授是來問責的 因為她在鋼琴和父親之間選擇了後者 而教授卻問了剛美一個奇怪的問題 她都會在你身上 Вас 很显然教授是来收徒的 而说服教授的那个人除了邮箱还能是谁呢 是的这就是邮箱 就是那个你什么都不用说 但是他都懂的邮箱 邮箱知道刚美是真的要离开了 之后顿器和川岛夫妇的收养合同也终于定了下来 顿器还想说点安慰邮箱的话 邮箱却反过来安慰起了顿器 我都会快速追随着幸福的事 那邮箱 对 对 对 我只能帮你帮我 我已经帮你 我已经帮你 你 你再来一遍 是的 小鸿鶴 我一直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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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 顿气也跟着冰娃娃离开了 孤儿院的孩子做梦都希望能够被领养 而贫乏也不例外 这已经是他不知道多少次梦见朱丽皮夫妇了 他知道或许只有在梦中才能成为他们的孩子 然而就算明知是梦他也愿意一梦不行 可邮箱却打破了他的美梦 邮箱告诉贫乏 朱丽皮夫妇已经到楼下了 他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贫乏却以为自己还在梦中 他不相信美梦真的会成真 直到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朱丽皮夫妇的车 贫乏这才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 邮箱告诉贫乏我们赶紧下楼吧 大家都在等你了 可美梦即将成真 贫乏却退缩了 他把自己关了起来谁也不见 邮箱不明白明明是做梦都想被朱丽皮夫妇领养 当机会真的来了为什么反而不愿意了吗 魔王或许是等着失去了耐心 他让老姑婆上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贫乏却大喊着让他们都回去吧 邮箱这才明白 说到底贫乏也只是在害怕 他向朱丽皮夫妇转达了贫乏的担忧 而皮特却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着贫乏的这些问题 可这却苦了油香 他为了帮两人传话爬上爬下 可耗了几个小时后 皮特终于生气了 听到皮特要走贫乏赶紧打开了房门 可却发现楼道里早已没了人影 és 心的 这不是我的 我们这人 我们比较人 我们更是 男的人 我们不是 我们是吃的 我们在小时 我们在小时 你更不要 你知道更不合適的 是啊 是的 你不好 你要不要 要你 由于丁 君が欲しい 約束するよ 結構 幸せにするって だから 結構 約束してくれるかい 僕たちを 幸せにするって どうしたら いつも 笑顔でいてくれればいい それで決まりだ 在两人手牵手的这一瞬間 也代表着两人的命運 紧紧相连到了一起 看着皮特抱着贫乏来到楼下 大家都知道贫乏一定会是幸福的 当然故事的最后一定少不了那声让人记忆犹新的呼喊 せーの 小野鸭之家 晚上一向热闹的小野鸭之家 此刻却显得异常冷清 小野鸭之家只剩下了老姑婆和尤香两人 可老姑婆却告诉尤香她也即将离开 原来老姑婆考上了护士学校 她将会搬去学校宿舍 这样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寻找治疗眼睛的方法 这也意味着以后小野鸭之家就只会剩下尤香一个人了 而尤香却依然乐观 她还安慰老姑婆你的眼睛一定能治好的 可是当深夜来临 尤香独自一人望着窗外的月亮 小野鸭之家的其他孩子都寻到了各自的幸福 而自己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而尤香不知道属于她的幸福也即将到来 女孩舍弃了妈妈留给她的唯一的东西 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就被妈妈抛弃在了尤香里 身边只有一张纸上面是妈妈为她取的名字 而她却抛弃了这个唯一和妈妈有关的东西 从她祭祀的那一天开始 她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尤香 和孤儿怨别的孩子不同 他们都曾经拥有过亲人享受过亲戚 而尤香从小就在小野鸭之家长大 所以对她来说 小野鸭之家的孩子们就是她的亲人 而如今她的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小野鸭之家 尤香明白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而自己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尤香想到了自己的老师 原来很久之前尤香就在老师那里了解到 她的女儿因车祸而去世了 但是她的妻子却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时间异常妻子的意识产生了混乱 导致她始终认为女儿还活着 在尤香第一次去老师家里做客的时候 师母就把尤香看成了自己已经去世的女儿 老师知道不可以再放任妻子活在幻想的世界里了 她告诉妻子女儿已经不在了 你要勇敢一点要向前看 可妻子却根本接受不了女儿离去的事实 她甚至拿出刀威胁丈夫要随女儿一起离去 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尤香听见了 天性善良的她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要代替小爱成为老师的女儿 从那之后尤香每天都会来到老师家中 等师母睡着了以后她再穿衣服离开 老师非常感激尤香为她所做的一切 尤香告诉老师她也是第一次那么坦率地叫一个人妈妈 就算在之前的试用家庭 这句称呼也很难从嘴里说出来 尤香沉默了 是啊她从来都只为别人的幸福而考虑 那自己的幸福呢 不过在日后和师母的相处当中 尤香也逐渐习惯了小爱的这个称呼 她似乎也从师母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尤香从心底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妈妈 可是她知道妈妈喜欢的只是小爱而不是自己 因为师母又会时常表现的不认识尤香 师母时而清醒时而迷惑的状态深深折磨着油箱 回到小野鸭之家 空荡荡的房间里 尤香一个人坐在地上发呆 这时储物柜端着晚饭走了进来 尤香吃了一口饭却再也忍不住了 啊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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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力 人を好きになる 這麼苦 自己自分自分自分自我 但我喜歡的情緒 我選擇她 不如那的情緒 不如你 不如那样子 爱你 怎么可能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呢 此时他们都想起了油箱对自己的照顾 明天 妈妈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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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决定要一同去阻止油箱做傻事 来到小野鸭之家 顿器告诉魔王油箱现在成了别人的替代品 而魔王却说他早已经知道 但这也是油箱自己的选择 想去被人所需要的地方 不一直都是油箱的作风吗 顿器说这确实是油箱的作风 他从来都是为别人考虑而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油箱可能以后就会完全成为小爱了 但是那样的话油箱还是油箱吗 冰娃娃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也开始劝魔王要三思 魔王却回答到那不也正是油箱所希望的吗 宁愿成为别人也要和他们在一起 不是正说明他很喜欢那位母亲吗 我没知不过 你最初的幸福是否 那我才能不能 你不是 人的幸福是自己的尺度量 但... 你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的名字 你疲累了 雪女 你不想要 魔王没有说话转身离开了 他要去帮油箱和他的老师签订领养协议 而储物贵却站在车前挡住了魔王的去路 他想让魔王去把油箱接回来 储物贵告诉魔王只有你能把油箱带回来 因为油箱是你捡回来的 也是你一路把他拉扯长大的 所以尽管油箱一直不承认 但在他的心里是承认你这个父亲的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所谓的就熟而放弃油箱吗 妻子难产保大还是保小 作为一个母亲他要求保住自己的儿子 而作为一个老公他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自己的妻子 最终妻子活了下来 而代价则是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儿子 妻子把责任全部归到了他的头上 所以妻子根本无法原谅他 两人的婚姻也就此结束 然而他比妻子更加无法原谅自己 他在滂沱大雨中来到了球场 看着原本为儿子准备的足球 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 他一脚踢开了足球 随后又一脚接着一脚踢在球门上 直到踢断了自己的腿才肯作罢 而身体上的痛却远远不及妻离子丧之痛 大雨洗净了他身上的污泥 却洗不掉他背负的罪孽 为了得到自我就赎 他辞去了曾经视之如命的工作 创办了这所名为小野鸭之家的孤儿院 人有108种烦恼 而他要为108个渴望父母的孩子找到归宿 曾经亲身体验过失去孩子的滋味 让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孤儿院的孩子能够获得幸福 而就是因为这种觉悟 他对孤儿院的孩子比一个父亲对孩子更加的严厉 因此孩子们都叫他魔王 而如今他还差最后一个孩子就可以完成救赎 领养协议已经签订 魔王一直背负的罪孽也终于可以彻底放下 而当他看见游香在师母面前小心翼翼的样子 魔王后悔了 因为游香是他从小拉扯长大 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游香是有多么高傲 小野鸭之家所有的孩子都怕他唯独游香不怕 可现在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游香是在害怕 因为游香此刻是他们女儿的替代品 游香害怕自己不能演好这个女儿 魔王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 1.0.5.3.20 不过入深渊也要把油箱从地狱拉回来 魔王拆穿了一切的谎言 他告诉师母这是他们孤儿院的孩子 并不是你的女儿小爱 其实师母也早已知道油箱并不是小爱 只不过他一直不愿意面对现实 一直在欺骗自己而已 而聪明的油箱也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一直都在看师母的脸色 甚至一刻都不敢松懈 因为油箱是打心底里 渴望着师母能够成为他真正的妈妈 所以油箱才甘愿成为小爱的替代品 魔王恳求师母好好看看油箱到底是不是小爱 魔王恳求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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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油箱找到魔王 他质问魔王为什么要剥夺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幸福 魔王回答油箱如果你离开了我会感到很寂寞 他再也无法掩饰对油箱的爱 お前は愛という名前じゃない お前は 俺の娘だ 娘だ I'm not a I'm not a 有趣,你不讓我讓我放小,但如果想要你 你不讓我放手 我不讓我放手 不讓我放手 但你不讓我放手 讓孩子回好,對嗎? 不必要留意 要不想要 考慮 一直考慮 我也考慮 大家考慮 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